一句话,老师,你说什么,是吧 阴阳不说了,刚才说阴阳是啥,这就是矛盾 但是太极有多少阴阳的,大家知道吗 太极是干嘛,但是练阴阳的,阴阳是什么,阴阳是矛盾,太极有多少,你知道吗 大家看看,内外,动静,进退,趋时,开合,中和,常变,轻重,张柔,顺秘,呼吸,全是 你说他太极干嘛,是不是练阴阳的呀 但是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阴阳,阴阳变化的规律就那圈一样 轻重也能变化,趋时也能变化,开合也能变化,全是渐变 全是在一个范围里面,而且全要守一个定层 以后咱们再慢慢说,太极运动之阴阳,不是这么多的,那你别看他那么多,千变万化不离那一圈 所以太极图是有用的,好了,今天,我们前面学了 看一下,牢牢记录了,前辈告诉我们,啥是太极圈 全民太极,持天机自然之阴阳,阴阳自然之阴阳,一丝不加常卫 你看我们说了半天,我们都在练,天地阴阳自然规律,对不对 这个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的运行规矩 和运行的范围,平衡的规矩,你去运动 你叫太极圈,一丝不加强违,什么意思 你想干在这一点都不去干,直取案规律干 你想加弄一点都不去干,强违者皆非阴阳自然之地,不得名为太极圈 老师们自己衡量衡量,这些年你打的手就太极圈 是吧,天机自然之运行,好像以前我们没学过,是不是 阴阳自然之开所,好像我们以前也读到,是吧,打呀打呀打呀打 所以以前我们说话可能比较刺激人,但是说话是真的,我们眼一看 大公园的眼一看,没有一个弄大推的,为啥 打呀打呀,全坏规律了,你脑的没规律 是吧 大家看这句话,有起至止 你慢慢引进,能慢尽管慢,慢到十分空过,就能零到十分 这可是陈氏太极圈突破里做的,那天有个老师吗 老师您看这么慢,是不是,那陈氏是快的呀 我说谁告诉你呢,这是陈氏太极圈突破里做的,看什么 你慢到十分空过,你就能零到十分空过,就怕你慢不了,对吗 我说你看,让你慢慢的连续的渐变,你玩一顺 你慢不了,你就得现在这么快,你才连得上来 但是如果我能真这么慢,能达到要求 大家告诉我,现在我具备了什么能力啊 我具备了认识一丁点变化,啊,东一点我都觉得 啊,是微变化,但是这个微变化我可不告诉你 啊,就像我们肩一样啊,以后大家做这个,你看啊 那你做得多好了啊,记住以后你手越慢,你的肩就能了 比手更慢,啊,大家如果我手是这么放 你知道我肩得多慢啊,但是我特别明白我肩在多 啊,这叫我认识0.0001了 哦,是吧,我们可以,老师你看你在公园里 我优优独播剧场